我认为我做了最聪明的一个决定当时 是没有大学毕业就进入家族的生意 那为什么呢 因为我就知道我随时都可以进入我的家族的生意里面 但是我更希望能够有更广阔的一种眼界 去看看这个世界去学习各个不同行业界边 世界会变的国家也是不断地在进步 那我们必须要能有各种的这种技能以及知识 人必定要永远站于一个可变可改 而且是永远能够再走到最前瞻去做你的新尝试 但是做新尝试也必须要有必定的一种应对的能力 那我认为我当时的创业就是给予我这种对内